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调试我们的代码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HTML它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F5调试 然后我们这些不用的断点都可以把它取消掉了 这样我们直接可以调到我们要的结果断点 这里来 好,然后我们发现这里的HTML 它显示的是undefined 对不对 好,这个并不是说它没有迟 而是因为你这样的一句代码还没有走 好,然后我们按F10把它走完 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由于HTML它已经跳出了 当前代码已经跳出了HTML的作用域 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查看它了 对不对 好,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这里临时的随便加一个这样的一个 变量 好,然后我们把断点打到这里来 然后让代码走到最后一句这里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HTML的值了 好,我们重新再走一遍看看 好,你看玩F5之后就直接跳到这一句来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HTML 代码量比较大 代码量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是需要时间比较久的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里HTML这里 这什么鬼东西 全是数字对不对 好,等会我们来说数字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个数字其实它是字节码 就是这样的一个byte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支付串就对 所以说在Path里面是可以把这个byte 转成我们所常见的支付串的 好,怎么转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既然想把这样的一个byte 字节码转换成支付串 那么我们肯定还是要用到这样的一个 str这个类 好,然后它的第一个参数 可以接收一个字节码 我们把字节码给传进来 HTMLS 好,第二个是第二个参数 我们可以指定这样的一个 字符串的编码的格式 好,我们这里写入encoding 传入一个关键字参数 encoding等于utf-8 指定它是utf-8编码的 好,完了之后 我们把结果再次附给我们HTMLS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 拿到一个支付串的HTMLS了 好,然后让我们再调试看一下 这个转换有没有成功 好,我们把端点还是打在这里 好,我们看一下 好,看见没有 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已经把字节码 转换成了我们的HTML文本了 剩下的就可以来分析这样一个文本了 好,那么既然是分析 我们就再定一个函数了 再定一个方法 叫做alescence 好,它也是一个实力方法 好,我们先在位置把它站住 好,然后我们这里 发起content之后 我们拿一个变量把它接收起来 然后我们在go go这里是一个入口方法 它既是入口方法 它也是一个总控方法 所有的函数调用最终都会汇集 go这个方法里面来 go来总控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调用 好,然后接着我们再go方法的内部 再调用这样一个alescence方法 好,然后我们把htms传进来 好,既然这里要接收一个htms 对不对 好,我们这里给htms一个阐属 好,现在我们在alescence这个方法里面 就能够拿到我们所抓取的这样的一个网页的全部内容 接着就是要来分析htms了 好,那么进入alescence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仔细的分析下 我们的htms的文档结构了 OK,还是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页里面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网页 看的是更加清楚的 如果我们想尝试在这个里面看htms不太现实 因为它的格式肯定不如我们在浏览器里面看的 看的更加清楚 好,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我们现在在我们代码里面拿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全部的这样的一些htms 但是我们要提取的就是我说的这样一些名字和人数 对不对 好,下面是我们最核心的爬虫的分析的流程 请大家注意 爬虫分析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你要寻找到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标识符 这个标识符可以让你能够定位到我们要抓取的 这个信息 好,那么我们现在的html文档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标签和标识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何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 那么请大家听好 我们必须要遵守两个原则 在讲这两个原则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寻找这样的一个标签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标签帮助我们去定位我们要抓取到的信息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标签起到的是一个定位 如果大家在学正责短达式的时候有仔细听我讲课的话 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了一些长量的这样的一些字符串 是可以起到定位的边界效果的 所以说我们在提炼这个html的时候 一样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长量标签能够帮助我们 从这么一大段的html里面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提取的信息把它给定位出来 这就是标签的作用 好,然后我们再讲这么多的html标签 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作为这样的一个定位标识符 好,掌握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尽量选取这样的一个具有唯一标识性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作为定位标签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标签不具有唯一性的话 我们依靠这样一个标签去定位的话 很容易在正责表达式匹配的时候 会匹配到一些我们不需要的数据或者是信息 好,第二个原则 尽量去寻找那些最接近于我们要提取的数据的标签 好,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提取的信息 是主播的名字 LOL摇摆哥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定位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数据的附近来找 哪个标签比较具有唯一性 我们慢慢的尝试会发现 span-class,video-nickname 这个标签具有唯一性 如果说我们确定了这个标签之后 我们就不要再到标签的外部去寻找了 如果你在外部去寻找的话 那么外部的标签虽然它也具有唯一性 但是它离我们的摇摆哥很远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就最近的 然后又具有唯一性的标签 作为这样的一个定届符号 好,虽然我们的爬虫非常简单 但是我会把我平常在做数据抓取时候的一些经验 总结一下 告诉大家 例子是简单 但是我们从简单的例子里面是可以抓住一些规律和原则的 像下次你再去分析一些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些爬虫的时候 就可以遵守我给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原则 来找到这样的一个定位标签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我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能够自己根据我所讲的这样一个原则 你来试一下 如果是你来选择 你准备选择哪个标签作为定位标签 最后我要补充一下 可能我们每个人思考的方式不同 然后我们等会写的正值表达式也不同 因为我们说的正值表达式是很灵活的 所以说这就将导致我们的定位标签的选取可能都是略有不同的 但是大体上面会遵守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两个原则 总之我们的定位标签选的好 那么我们等会的正值表达式写的就比较简单 然后提取出来的数据也会比较的精准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